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就是几乎每十年就会轮到一次 如果我们往近了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当时5月份 5月12号 四川大地震 那么多孩子没了 但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没有了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 我们知道的爱卿的儿子艾薇薇 他因为这件事情 现在流落到德国 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他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到了大疫情 到底中国死了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 上海现在是大爆发 整个上海全都给封城了 昨天4月4号一天 就完成了2500万人 整个核酸的检测一天 完了之后 当然各种各种诡异的现象都有了 已经有人报道说 上海疫情爆发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没有听见人死人 可是财新的财新杂志本身呢 在他的调查报告中 一些老人院已经出现了死人 所以这就是这是今天的中国 今天现实的状况 那死人不能连个树摊不上 死人不能得以祭典 但是偏偏在中国人的环境中 东方人的环境中 那祭典过这个死去的亲人呢 是一生当中 就是一年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那大家都是父母所生的 所以就演绎出 在现实的这种背景之下 中国人在年复一年的 这种洗脑和现实的残酷的背景之下 其实人们会变得越来越现实 越来越冷漠 原因就是离生命越来越遥远 就是离生命的感知越来越遥远 但反过来人们对这种灾难也好 这种现实状况的混乱的 令人失去了目标也好 我个人觉得就体会的更加的深刻 人们有一种极强的恐惧感 恐惧感就是对未来没有希望 而对未来充满了可能的 就不可预测的一种背景 出现了极大的惊慌 那它包括在中国大陆 台湾跟香港 因为大陆无论它多 中共多邪恶 那是中国人的中心 很多台湾人强调独立 独立只是行政上的独立 文化上根本就是连带的 它根本独立不了 所以我们就提到说 如果台湾明确就是 现在一再强调独立的话 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为文化本身是这样 那当然朋友讲说 那不对啊 中共是党文化把 中国传统文化都给摧毁了 那是没错的 但是呢摧毁的是人的表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表面 你上学读书的一切 你环境的一切 这是表面 但同时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即使在台湾 现代科技 就是现代科学 影响了西方来的科学 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层面 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同样在人的层面 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不择手段来营造氛围 来获得自己的一切 同样是真实的展现在台湾的社会 而这个价值观 生命的价值观 那不择手段是表现在方法上 但不择手段的生命的基础 却在共产党身上 所以那就是魔鬼统治的世界 很悲剧 很那个的 那人们当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这样生命基础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恐慌 我们现在看到这篇报道是昨天的 昨天台湾的自由时报 他就登出来不久 就在自由时报上就置顶了 就所有台湾人都在看 大家出现了不同的争执 他原因就是在 大概是在三号晚上 三号晚上 他在一个新闻节目当中 叫新闻 叫哇哇哇 他就讲述了 请了一个叫资深的命理师 就讲述了台湾的未来的三个月的未来 结果他就用了一个叫空亡危机 他这么讲就叫空亡危机 当他讲述空亡危机的时候 把所有人就给吓坏了 所以他讲述的是一种命理上的东西 有了他命理上大概就是算命的了 但是人们就非常的恐慌 我个人也并没有想到 就是在台湾本身的 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 所以我昨天晚上在看新闻的时候 他意识到他本身就是他反应 对错方一边 就是说他会不会发生 算命的去看天象的话 现在说句心里话 天象太乱了 那太乱的原因就是背后的因素 太高太乱 理不清出一个头绪来 真的理不清一个头绪 我们跟大家分享内容只是说 希望朋友保持善念 这个其实是无论算命的 或者说讲预言的多高多低 其实他都会归到这条上 人在万般无奈的背景之下 只能守住自己的善良 真的 没有任何人们在命运中被任意摆布 这是有目共睹 所有人都能承认这一点 所以他提到说 这个人叫廖美然 他说4月5号 从今天开始 农历3月5号 叫丙银石交越令清明 小心梅雨带来的水灾 灾祸 那3月份有3月份 阴历3月 有丧门星 土厄星 空王星 4月份有太阴星 截煞星 叫勾骄啊 然后扫不星 空王星 5月是火恶星 空王星 两岸不平静 6月是叫耗损星 劫财星 空王星 4个月 全有空王星来主持的 所以空王星成为了背景 那这个空王星 我相信他讲述的 可能是在中国的角 在台湾的角度来讲 讲述的是一个 就是类似观星术了 因为否则的话 他不会这么讲的 那因为无论是土厄星来讲 还是这个火恶星来讲 你可看到的 其实是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同样是在三界之内的 一种变化 那空王星的说法呢 你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跟那个死绝灭 是有着类似的 就是大批的人死亡 亡嘛 死亡 大批的人死亡 那死亡呢 空呢 就是死没了 那我能理解 就是死没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结果在台湾 就非常震惊了 这是他自己讲述的 然后提到 农历四月份 就是应该是 阳历五月份了 中南山会有地震 他说就像当初 921南投大地震似的 然后提到说 农历五月份 可能电力不足 那电力不足 那就是 那其实就讲出了 如果那么大 大地震的话 摧毁了台湾的 就影响了台湾的供电的话 那接下来 可不就电力不足 这是我就连着这么说了 然后说 农历六月份的 会有震荡性 那而且 五月份的 有可能出现战争 有可能 中共国打 打击台湾 这是他讲述的 我刚才解释 就是说 他准不准的 现在已经很难说了 但是 在台湾的民众 就是普通老百姓 对未来的恐慌 对未来的恐慌 和自身的 没有能力的那种 定性的把握 却是显然一见 因为就是 从这个网络上的反应来讲 是这样 结果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是做民俗的 那他就不干了 他就把他给 把他给质疑了 他基本上说是 胡说 他基本上说是 胡说 他讲述的概念就是 这个人从来没有说对过 他 他自己的角度 他说不以宗教为事业 就是反对他人 这个人姓廖 廖大乙 那提倡呢 就谈钱 就不是宗教 所以他预言过 当时 蔡英文当选 那韩国瑜败选 他双书 这是他预言过 都有记录可查 所以他不认为 这位 这位这个预言大师 命理师啊 讲述的是对的 还要让人准备 做好准备挑战 但不能造成人心惶惶 我个人倒觉得 可能他说的更 更贴切一点 就是说 不要造成人心惶惶 但是呢 人心惶惶是事实 在台湾出现 人心惶惶是事实 我个人只是说 我们针对人心惶惶 去反映出 今天的现实环境 如果一个正常的 社会环境 就是人们在现在 看到的故事呢 一个正常的 氛围的话 这样东西出来之后 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动 人心惶惶倒反映了 整个人类社会背景的真实 他人心惶惶的 根本是因为 失去了真实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人 能知道真相 没有了 真的没有 无论从任何一件事情 你已经没有能力 知道真相 因为你看到的一切 都是宣传的 其实包括 这家媒体本身 他在报道的手法当中 他直接讲说 我引用了 CNN NBC ABC 美联社 法新社 路透社 那我们经历的故事呢 就知道 你比如说 亨特拜登的故事 亨特拜登的故事 2020年10月份 9月底 10月份就出来了 结果遭到了 包括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ABC CNN NBC的 美联社 路透社的 整体的打压 在当时的左派媒体当中呢 华盛顿邮报 还算拿出了一个事实 但依然遭受整个打压 两年之后 一年半之后 现在所有主流媒体 都在讨论说 亨特拜登的电脑盘 是真的 他反映出来的故事 不就是 人们没有能力 知道真相 面对真相的人 就是面对真相的人 完全以自我的利益为取舍 在报道着 衡量着 处理真相的一切 人们在这种现实环境中 同样 我以为就被左右 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去应对了 在美国大选的本身上 到现在就延续的如此 而1月6号 就是2021年的1月6号 国会山庄的冲突的事件 成为了巨大转折点 川普失去了所有抗争的可能 对吧 这是很简单 那今天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当中 那今天呢 左伦斯基要在安理会进行演讲 但昨天 因为不查大屠杀 就是基辅外面的小趟 出现了大概 一开始说有410人 左伦斯基又说 现在有300人 就是被杀了 是被俄军杀的 那而明显的出现了时间的差距 在俄罗斯提出 安理会进行 昨天早上进行紧急调查 被拒绝的背景之下 今天安理会又允许 左伦斯基针对这件事情 在安理会进行视频发言 所以其实 俄罗斯的 俄罗斯普京 遭遇了当初2020年 川普所经历过的 1月6号的国会事件的 同样的东西 只不过两个人舞台不同 一个是在 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社会 另外一个是在安理会 国际社会 可以其实很简单 一切都在简单重复的 没有人有能力知道真相了 这就是我以为 真正恐慌所带来的一切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恐慌所带来的一切 我们只想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只想知道 事情的真相了 那这种类似的做法 就像中国的疫情一样 那不止解放军 大批武警进入了上海 这种只能表示 上海的那种 它的严重程度 完全的严重程度 而上海出事呢 我在昨天节目中解释过 跟长春出事呢 有它完全就是 遭到报应 已经开始为它迫害 真正的信仰者 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 一种报应的成分 这都是刚刚出事的阶段 衍生到什么程度呢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 比较欣赏 赦刀人的说法 集团崩 红传尘 坏人死绝灭 我个人比较崇尚这个说法 所以这是反映着 一个大的时代的悲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